我们每次都会聊一些车子啊 它的功能极好啊 那个车多么值得期待啊 那么聊这种话题 我自己聊到都有点腻了啦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点不一样的话题 就是聊在马来西亚卖的不好的车子 那么呢 今天这个卖的不好的车子呢 主要是会是维系在几个 可能比较大的品牌啦 那种太冷门的品牌我们就不聊 然后呢 在大的品牌里面呢 虽然讲他们很多产品都卖的很好 但是一定会有一两款产品的销售成绩是比较差的啦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会来谈一谈这些车款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啦 如果要讲这几年来卖的最不好的车子 有一款车我一定要讲就是Proton Savvy 那么其实这辆车大概在2004年 在2005年的时候开发了 然后推出市场了啦 然后当时Proton将它定位为Myvi 杀手 其实它也是一辆hatchback的车型 不过它的车身是比这个Myvi 小得多 然后这款车跟当时Proton主打的产品 都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 就是主打它的操控表现 那么这辆车呢 其实是Proton借用这个雷诺的这个技术开发的新车 所以它的整体的操控表现就跟OC车一样啦 然后呢它采用的是1.2公升的这个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然后它的变速箱有两种变速箱 一个是手排变速箱 然后一个是大家的噩梦也就是AMT变速箱 这个AMT变速箱呢其实就是一个自动的手排 怎样讲就是这台变速箱 你在换档的时候其实是不用踩Crush的 但是因为当时技术不成熟的原因 所以这款车的这个变速箱呢 尤其是AMT呢都是这个有很惨重的这个灾情出现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两者可能没有做太多关于这个本地的引擎测试啦 所以它的引擎也是一个时常出问题的部分 所以导致呢这款车在当时的销售程序真的不是很好 那么有根据这个数据记载呢 这款车从发布到停产呢全世界只卖了2万多台 所以这个成绩真的说不上记号啦 可是叻 这款车除了它的这个引擎跟这个变速箱有不足以外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呢其实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啦 它的审美观可能没有戳在大部分的人的点上面 所以导致这款车跟买鱼相比的话 它的销售成绩就不是很好 可是实际上哦 虽然讲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卖的不好 它在国际市场上面哦 它的这个名声其实不差的 例如讲它在台湾市场呢 就有不少人表示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很出色 而且对于他们来讲维修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是因为Renod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冷门品牌啦 所以这个维修Renod的人其实也懂怎样去针对 这个Savi的问题去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可能对他们讲问题不大 然后这款车呢在泰国市场跟印尼市场也获得了最佳小车的提名 而且其实它在马来西亚其实也创下过一个记录啦 就是最省油小车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式啊这款车已经停产 但是呢它留下来的保障呢一直帮助Proton到今天 都还是马来西亚第二好卖的平台 那个遗产是什么就是Proton Saga 因为Proton Saga采用的就是Savi的平台 讲完了Proton就要讲Produa 你应该好奇Produa从以前到现在每一款车都非常好卖 那么哪一款车是失败的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不能够讲它失败啦 就最多是讲它卖的稍微 第二款车就是Produa的Nautica 相信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不懂这个是什么车啦 其实这款车是当年Protua的第二款SUV车型 那么它的第一款就是Cambara 之后这款车其实是Cambara的换代车型啦 它也是这个Diatsu Teros 还有那个Toyota Rush的双胞胎兄弟 那么这款车虽然讲它的外观设计跟Rush很像 可是它是一个货增驾驶的4WD系统 然后呢它采用的是1.5公升的这个自然进行引擎匹配四速自排变速箱啦 而为什么这款车卖的少 第一个原因就是这辆车很贵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这辆车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限量贩售的车型 它并不是在马来西亚生产 而是从日本直接进口 全马来西亚只有500台 但是这台车数量少贵少 价钱贵贵贵 可是用过的用户都占不绝口 我有一个朋友从这个Nautica发布的时候就买了这台车 用到2018年它才卖掉 他讲这辆车呢 基本上从它买车到它卖车没有任何的问题 除了一个问题就是油耗比较高 毕竟它是一个4WD系统 还有有一些VM10的零件坏了之后 并没有更换的零件也很难找 重点是也很贵 当然这辆车卖的不好的主要原因我相信还是因为它是CBO 而且是限量500台 如果它的数量多一点的话可能故事就不一样了 各位对这款车有印象吗? 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第三个要讲的车款呢 其实是大概是30年前发布的新车 它也是卖了一段日子就停产了 这一款车就是Toyota RAV4 就是这个新一代的RAV4 曾经有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 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在当时UNW发布这款车的时候呢 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公升配CVT的选项 还有这个2.5公升配巴素自排的选项 可是发布后不久 原厂就cancel了这个2.0的版本 就是因为没有要订2.0 全部都go for 2.5 而这个RAV4在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呢 确实让我们有点傻眼 因为原厂的配额只有100台 可是一下子就卖光了 这个当然是因为这款车本质就不错 当时RAV4卖21万5千大家都觉得很贵 可是看一下现在市场 其实很多的C-Segment SUV都开始涨价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RAV4的价格 其实也不是这样贵啦 可是后来UNW为什么会停产这款车? 第一点是因为这款车面临一个小改款车型 所以他们就暂时不引进 可是之后想再引进的时候 发现市场已经不需要这款车了 而且它的需求量也开始急速下跌 最重要的是之后UNW Toyota有引进 这个同样是日本制造的Toyota Heria车型 其实相比一下Toyota Heria 在当时的售价 跟这个RAV4相比呢 贵的大概是3万多块 可是呢大家更愿意去选择这个 外观设计跟内装质感更加豪华的Heria 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导致为什么RAV4 之后不再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原因 有很多朋友讲如果这款车在马来西亚CKD的话 它的销售成绩可能会更好 那么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成真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RAV4CKD的可能性 应该不是太大啦 那么第四款要讲的车型呢? 是来自一个德国品牌的 也就是这个Forcewagon的Golf R-Line 其实在当时Golf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呢? 总共有3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普通的Golf R-Line 还有这个Golf GTI 以及Golf R 那么这个Golf R-Line呢? 当时原厂对它寄予厚望 他们把它定位成这个Civit杀手 也就是讲呢?它的价格预计会定在13万到14万马币左右 那么这个Golf R-Line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它配备的是1.4公升的TSI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50PS 峰值扭率表现是250Nm 不过它搭配的变速箱 不是Forcewagon引以为傲的DSG 而是来自i-SYN的8速自排变速箱 相信Forcewagon是因为担心这个DQ200又坏 所以他们直接换成这个8速自排变速箱 其实在当时呢我个人也很期待这一款车 可是这款车因为一些问题呢 在发布之后迟迟没有办法公布价格 到最后公布价格的时候呢 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7万令吉 对于马来西亚消费长 17万令吉这个价格其实不低 而且它又是一台5门的Hatchback 实用性也好其实都不比这个Civic更好 因此呢这款车卖的大概是不到一年 就在马来西亚停止销售 我觉得蛮可惜一下 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Golf R-Line 价钱可以压低一点的话 绝对会有市场 不过呢就有消息指出啦 就是在这个Golf小改款之后呢 原厂会重新推出这个R-Line车型 希望届时呢它们的价钱 可以压在一个14万15万令吉左右 我相信喜欢欧洲车的朋友 还是会买这款车的 你是不是那个人呢? 那么最后我要讲的这款车呢 其实它还是一款Proton的车型 但是其实这款车卖的不差 只是我要讲的 不是这个整个车型 而是它其中的一个Variant 就是Proton Iris Proton Iris 在2014年发布之后呢 它的最高销量一个月可以到1700台 而就算是现在发布了快10年喔 它每个月销量还是有300台400台 如果以一台先备车来讲呢 它的销售成绩其实不差的 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到Iris呢 就讲Iris销售成绩不差 我要讲的是它的一个Variant 也就是1.6 Premium Manual 其实大家应该不知道喔 在当时Proton Iris 发布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的每一个Variant 都有手牌的选项 不管是你买到1.3的最低配 还是1.6的最高配 都有手牌选项 这样子 是不是很多讲出手牌 我就买的消费者会去买这款车 其实没有 根据销售数据指出呢 这个Proton Iris 1.6 Premium Manual 它从发布到停产 其实只生产了486辆 你没有听错就是486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讲 哎呀出手牌我就买啊出手牌我就买 所以Proton就相信了这个市场掉原 所以它们就推出了这个手牌车型 可是实际上当这款车推出之后呢 这个销售成绩真的是惨不忍睹 所以之后它们当机率断 停产停产停产 一直到现在呢 其实只有最低配的车型才会提供这个手牌变速箱 就是因为没有需求 当然呢有一些朋友会讲 因为手牌车是低配所以我们才不要买 可是Iris高配也有手牌也没有人买啊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大家选择的还是CVT或者Auto变速箱 所以就导致这一辆车很好玩 而且有手牌结果只买了486辆 影片到现在呢相信还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讲 还有很多车子里面有讲到像是Proton Tiara Proton Satiano 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车款我也有考虑要讲它们 只是因为我觉得不是年代太久远 就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不走量的车型 所以我就skip掉它们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冷门品牌的车子 其实也卖的不是很好 那些品牌就没有必要去讲它们了 所以我主要是focus在这几个比较热门的品牌 那么你觉得还有哪一些热门品牌的车款 我没有讲到的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补充 如果这一期的video反映好的话 我会考虑做第二期节目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